易烊千玺这位优秀的男孩不仅长得帅气 而且特别成熟懂事 混迹在娱乐圈中凭着自己的实力走红 小小年纪却如此成熟 从她的做事风格来看并不像是一位00后男孩 做事井然有条 书画慢条斯里是个很有思想和主见的大男孩 在6月15号 易烊千玺久违晒出时尚大片 这次她与某杂志合作拍摄了一套风格迥异的六月刊 在封面里的千玺表现力太强 这位00后顶流小生以胡子拉叉的造型出镜 还勇敢玩起对脸沙 颇具视觉冲击力在生活中 易烊千玺是一个干净清爽型男生 平时沉默寡言 给人一种冷酷帅 在荧幕上易烊千玺又切换到不同的风格 比如在电影《少年的你》里面 他是一个看似玩世不公不服管教的少年 可内心却是狂热充满爱心的人 最终易烊千玺也凭借该片一举成名 据谁为电影全新秀 到了送你一朵小红花和奇迹 易烊千玺又全是两个不同的荧幕角色 一个是敢于向病魔对抗的唯一行 一个是满怀理想 负有责任心的哥哥锦号 现在易烊千玺拍摄一套六月大片 她一改昔日文雅模样 梳着诗发的她留着胡子拉叉出镜 置身于荒芜山谷 绿地的千玺宛如与整个环境融合在一起 不羁的风格 让易烊千玺变得更加高级和有艺术表现力 脾帅感十足 尤其是易烊千玺对镜拍摄 她的眼神时而坚毅时而慵懒 昔日的小鲜肉一下子变成狂野熟男 不可否认易烊千玺确实适合吃演员这晚饭 要是没有一点演技 如此年轻的千玺是驾驭不住成熟时尚风 最终拍出效果会显得刻意 现在昔日稚嫩 充满青春气息的小男孩一秒变成熟男 这位00后顶流的氛围感如何 相信网友是一目了然 你觉得易烊千玺的芯片拍摄的怎么样 更pick她哪一种造型